本节目有好书宝牌 黄金油胶丸特约播出 总谈酒客 谈你好 范油好书宝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节目开始之前 先进入咱们这一期的 警示快讯 保护未成年 普法进校园 近日 铁岭市第13小学的同学们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老师 他就是铁岭市公安局 同中分局社区大队 明中原警务师的民警 韩凯聪 因为6月是未成年保护宣传月 韩警官带着精心准备的PPT课件 围绕校园欺凌 网络暴力等问题 为在校的小学生们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知识 进行了讲解 在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 对未成年人的手机使用 校园欺凌 吸烟 及网络游戏等问题 却有了明确规定 韩警官的讲解 生动形象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 孩子们不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 学到了法律知识 更感受到了民警收入 为了他们的安全 所付出的辛劳 接下来看看观众们 关心的相关法律问题 都有哪些 李先生问 在超市买到过期食品 怎么维权 律师回答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 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如果您有涉及合同 房产 债权债务 建设工程等方面的纠纷 需要法律咨询 辽宁巨东律师事务所 拥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欢迎大家拨打法律咨询热线 024-3112-7786 024-3112-7786 90后生产毒豆芽 严重可致癌 公益诉讼提出80万惩罚赔偿 法院将如何判决 黑桌房里的毒豆芽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 腰痛腿痛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 腰痛腿痛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红牌贵龙药膏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节目的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短片 豆芽是我们餐桌上 常见的蔬菜之一 7月2号 博洋县公安局 对当地一处豆芽生产作坊 排除了行动 警方在这个小作坊里 查获了大量的毒豆芽 警方查获的这个小作坊 从2017年开始 往豆芽里添加国家 明令禁止的物质 去年1月26号 博洋县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那么被告人 在其生产的豆芽里 添加了什么呢 吃了这样的豆芽 会对人体产生 怎样的危害呢 法院又会对此 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豆芽清香脆嫩 富含VC 可是去年5月 博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工作人员 在日常巡查中发现 一个摊贩卖的豆芽 豆芽看起来有些异常 我们通过城镇途径呢 就找到去追赶属原 追到了那个生产厂家 生产厂以后呢 我们在对那个生产厂家里面的 所生产的商品 进行了抽样 抽样要送检 送检不合格 还是还有毒液成分 通过限定 送检豆芽中 发现了四氯粉 洋乙酸钠等化学物质 随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将这一案件线索 移交当地公安机关处理 他使用了这些添加剂 第一个是能够提高它的产量 比如说原来可以发到 四五斤五六斤的 同样的可能发到九十斤左右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它能提高它的外观 看上去更饱满色泽 更漂亮 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 就可能就是使用了 就是根据这个豆芽 就不容易腐烂了 就更容易它销售 2015年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农业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联合发出公告 明明生产者 不得在豆芽生产过程中 使用四氯粉 洋乙酸钠等低毒农药 经营者不得经营 含有这些物质的豆芽 这个东西并不是说立马就 使用了这个 就会有立竿接引的 说就会中毒或者是怎样 就是说长期服论这个 它对人体是会产生 一定的毒性的 严重的话也是会致癌的 邓荣是一名90后 前几年从父亲那里 接手的豆芽生意 那么他这种利育熏心的行为 会受到怎样的制裁呢 据邓荣交代 他从2017年开始生产豆芽 并在其中添加这些 有毒的化学物质 检察官认为邓荣的行为 除了涉及刑事犯罪外 还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应承担民事责任 他从2017年开始 生产有毒的豆芽流向市场 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 影响到使用人成的生命健康权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第55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 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在没有遣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 或者遣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 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遣款规定的机关或组织 提起诉讼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是新时代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 全新职能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 法律监督之能作用 健全对社会公益和人民承重的 利益保护的一种法律制度 如何守护好承重的 舌尖上的安全 检察机关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在提出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之前 检察官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 我们办案人员深入到这个菜市场 了解它的整个销数网络 同时我们找到购买它的中间批发商 进一步确定明确它的销数金额 三年来我们共查获它销数 有毒添加剂的豆芽将近8万余元 依照法定程序 检察机关先是在媒体上发布公告 督促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一个月之后 没有社会团体和公众 提出诉讼的请求 所以检察机关就依法 作为这个公益诉讼起诉人 提出了公益诉讼 在本案中 它的销数金额是8万元 所以我们提出了80万的诉讼请求 90后生产毒豆芽 严重可致癌 公益诉讼提出80万惩罚赔偿 法院将如何判决 黑作坊里的毒豆芽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80万元 这个十倍惩罚性赔偿金额 对于邓荣来说 无疑是非常高的 那么人民法院会支持检察机关的 这一诉讼请求吗 1月26号上午 邓荣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案件 在鄱阳县人民法院 依法开庭审理 法院首先审理了 该案的刑事部分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邓荣到案之后 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并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所以向法院提出了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的量刑建议 刑事部分审理结束之后 法庭开始了 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的审理 河阳县人民检察院 指派两名检察官 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出庭 检察官说 民以食为天 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而豆芽作为日常食用的食品 其安全与否 与群众息息相关 健康是我们人类一直追求 一直向往的目标 每个人的生命是至高无散的 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剥夺 他人的身体健康 公益诉讼起诉人 向法院提出了两项诉讼请求 一是肃请判令邓荣支付所生产销售的 有毒有害豆芽制品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即八十万元 二是肃请判令被告邓荣 在县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我们这个提出十倍的惩罚性赔偿 是依据法律规定的 也是落实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 总书记提出要用最严谨的标准 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和最严肃的问责 来保护人民城中世界上的安全 我们从该案中不仅仅要追究 邓荣洞的刑事责任 还要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更要通过此案 告诉告诫食品生产者 经营者依法经营 增强法治意识 责任意识 把食品安全生产摆在第一位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庭审 法院当庭宣判 犯罚有下 全体起立 被告人在场中 办生产销售 有如有害失灵罪 他对于其中性两天 并组罚经营的利益20万元 依法追缴被告人在场中 违法手术责任意识8万元 并莫收上线 5 5 4 被告人在场中 支付赔偿金营的利益80万元 5 由被告人在场中 本判的生效 这个警示的美 在现行媒体上 向社会的工作 可以表现 案件宣判之后 邓荣当庭表示 不上诉 通过这个典型的案件 也是想 起到一个警示教育的作用 希望这个 我们全县的 这个相关的商户 在经营的时候 追求这个经济利益的时候 也要注意 平时注重学习相关的法律 不要一生释法 等到触犯了相关的法律 站在被告席上维持一晚 肯定不会啊 毕竟说的难题呢 第一次已经到这里了 就是说 劝他们不要再放这些新家计划 那么在购买豆芽时 消费者该如何识别毒豆芽呢 看一下它的长档 你把几个多芽放在一起 如果长档是一致的 长档一致的了 那么它有可能是 就那个添加了有害有毒水分 因为它是催长的 催长的都是同时是长出来的 像那个呢 自然生长的 自然生长它就有长药短 还有农药催长的呢 它加了那个增长剂 它就比较粗 谢谢大家